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呢 在问世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 这种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呢 一旦被心术不正的人控制 就会沦为作案工具 甚至是杀人机器 最近一伙不法之徒就利用汽车作案 谈把目光盯住了风靡全球的iPhone 车顶上一名男子后 不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推着男子往前行 紧急情况下 这名男子一下子 跳到轿车的前车盖上 算是躲过一劫 但即便如此 轿车仍旧没有停车的迹象 带着男子继续向前行驶 民警发现 这名驾驶员满身酒气 抽血酒精检测结果显示 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523毫克 远远超出最久 每百毫升为80毫克的标准 目前乌某以因犯危险驾驶罪 被清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拘役5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连毛贼子打上了他的主意 这苹果的魅力真是可见一斑 但是除了jut